林伯鴻即將獨挑大梁 挑戰第58屆金馬獎主持 身為典禮總製作人的陳振川 還特別送上驚喜大禮 為他加油打氣 嗨 伯鴻 我是林佳馨 我聽說 你在跟我去參加金馬典禮 但很可惜你家裡不是 所以今天就沒辦法出席 沒辦法給你真正的公告面 但還是想跟你說聲 主持要加油 我要期待你的表現 我到時候會看Line 相信一定會很精采的 天啊 這個比我家有一點 好感人 這個 趕快可以賞給我嗎 我傻眼 不是 因為我一開始聽 我還想說誰 結果認出他的聲音以後 我就很感動 有一點想哭其實 我以為我是那個 金馬獎的全職者 就是什麼事情我都知道 沒有想到有一個這麼大的驚喜 因為我真的很想見到佳馨姐 現在有沒有覺得重新過得很亮 有 就覺得那個 再也不緊張了 真的嗎 還是很緊張 有了林佳馨的打氣 博鴻的表現肯定會好上加好 而首次拿下金馬主持棒 博鴻最擔心的其實是 我可能自己講的笑話 希望大家都聽得懂 真的比較大的壓力 就自己在那邊 想了三四個笑話 結果都沒有人有反應 這我會覺得比較緊張 所以我就跟很多朋友先講好 就不管你們有沒有覺得好笑 只要發現我有一點微停頓 就麻煩你們大笑 大笑加上大笑 像是有跟誰講李牧 有啊 很多耶 李牧 亭妮 魏廷導演 靖文杰 王靖 文森林 那真的滿多的 超多 大概有 還有 還沒講完 這一定要的 在典禮上有著滿滿 暗裝支持的博鴻 典禮前戲也收到 許多好友的幫助 我是非常感謝大佩 對 因為他 就是很主動關心我 而且其實前幾天 我們還一起順這個 主持人的稿 順了好久 就是很感動 那也有很多朋友 主動傳訊息 關心我 為我鼓勵這樣 譬如說嬌哥 譬如說佳燕 對 佳燕之前也有主持背影 然後我覺得他主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有跟他請教一些 小小撇步這樣 吸收了各界好友的主持精華 更將讓人期待博鴻 在典禮上的表現啦 而身為主持人 對於是否要爭紅毯前三帥 他謙虛的表示 沒有沒有要爭 真的完全就是 明天就是屬於所有入圍者的 我就是盡量把每一位 不管是入圍者或是得獎者 讓他們往前站 然後我在後面就是支撐他們 我希望觀眾朋友看到 這些入圍者們 如果是很熟悉的 我就希望可以看到 他們更多可愛的樣子 那如果是沒有那麼熟悉 就希望讓觀眾朋友認識 服裝造型我覺得就是 有滿多套的啦 五套 然後每一套都會有一個 小小的含義在裡面 也有一些小巧思 跟不管是典禮啊 或是跟某些電影有一點連結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那個造型師的用心 不管是在穿著 還是主持上 都有滿滿亮點的薄紅 相信第五十八屆級馬獎 一定會相當精采啦 完全換中間的林玉峰採訪報導